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的、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的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中国三月份新房销售大幅上升 路透社报道,4月3日,周一的一项私人调查显示 由于一系列支援政策推动了14个受访城市的需求全面回升 中国三月份新房销售大幅上升 根据中国最大的独立房地产研究人员之一中国指数学院的资料 新房销售额同比增长55.7%,低于二月份31.9% 一级城市,包括国家首都北京和上海的商业枢纽 上个月上涨最快,上涨了73% 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的销售额分别增长了54.7%和28.6% 这里是中国简报 美国面临巨大的TikTok挑战 金融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已向社交媒体应用城市TikTok的中国拥有者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出售该应用城市的美国部门 否则由于担心国家安全而面临潜在的禁令 官员们担心北京可能会利用中国拥有的应用城市来监视美国人或传播宣传 TikTok正在与美国监管机构就其在美国伺服器上唯独美国数据的计划进行谈判 但迄今未知未能达成协定 首席执行官周寿兹最近受到立法者的质疑但未能缓解他们的担忧 禁止TikTok将在该公司的1.5亿活跃美国使用者中引起公众的愤怒 但禁令可能会以第一修正案为由受到质疑 美国政府应该寻求解决围绕中国拥有的应用城市和所有科技公司的问题 建立一个全面的联邦数据隐私框架 遏制大量收集公民个人资讯并出售的数据经纪人 这里是中国简报 UBC鼓励学生卸载TikTok应用城市 理由是尚未证明数据风险 加拿大CBC报道 加拿大不列颠格伦比亚大学建议学生卸载社交媒体平台TikTok 因为担心其羽母公司为原祖跳动的数据共用的安全和隐私问题 该大学继续运营自己的TikTok账户 该账户佣有超过4000名关注者 但建议学生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内容 学校表示与TikTok相关的安全风险尚未得到证实 但他正在密切关注情况 该应用城市是学校发展最快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用于娱乐 研究 外展和招聘 这里是中国简报 西股正在击败华盛顿与中国脱钩 外交政策报道 美国风险资本家对中国的投资越来越谨慎 减少了他们在中国科技行业的风险敞口 研究公司PitchBook的数据显示 去年美国投资者参与了中国科技行业价值72亿美元的交易 低于2018年356亿美元的峰值 而交易数量也降至5年来的最低水准 市场情报公司标准普尔全球 SUP Global 估计COVID19大流行的鸡尾酒 以及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紧张的紧张局势是下跌的主要原因 中国严格的零星冠政策导致的供应链问题是另一个原因 据报道 投资过包括TikTok母公司在内的公司的跨国公司红杉资本 Square Capital 在引入国家安全专家后正在筛选中国投资 没有迹象表明 随住桥 拜登总统继续甚至加速上届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路线 这一去是会逆转 美国对先进半导体的出口进行了广泛的限制 并正在禁止TikTok 同时对美国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进行了更严格的审查 尽管美国风险投资的兴趣有所下降 但雪牛资本Snowball Capital首席执行官泰勒 奥根 Taylor Argan等其他人择持相反观点 将他的投资公司从波士顿转移到深圳 奥根说 经过几个月的文书工作 他认为中国科技行业的投资机会非常成熟 然而 他承认他只在中国投资的决定 使他成为美国投资者中的一类 虽然一些专家认为 由于全球贸易 这种情况最终会得到纠正 但其他专家如上海的律师认为 目前的气候将在未来十年或更长时间内持续下去 这里是中国简报 间谍气球及时向中国发送数据 报告 BBC报道 这辆被怀疑是间谍装置的中国气球 在2月份飞越美国上空时正在向北京传输情报 根据NBC新闻援引的美国消息来源 气球正在接收信号情报而不是拍照 白宫正是对气球的目的保持沉默 尽管官员们当时表示他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 官员们声称气球花了几天时间在军事基地上空收集数据 有时在他们周围以八字形循环飞行 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上空被追踪后 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被击落 介绍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 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 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 军队和经济的控制 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 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 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 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 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Kindle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 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 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冒号-mzn.to-3jlzl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汇总 综合和总结来 资格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 包括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 我们了解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 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3w.62.word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